赵丽颖发展势头最强劲的顶流花旦之一 颜值气质自不必说 赵丽颖是妥妥的大女主 能演正剧也能扛偶像剧 且因为她的演技口碑一直很好 所以影视资源、时尚资源和商业资源 如今都是娱乐圈第一梯队的 但这样一片大好的发展前景 却在前段时间因为一场粉丝事件而受到影响 前段时间突然出现的赵丽颖王一博粉丝事件 导致赵丽颖好几个粉丝后原会被封号 就连赵丽颖工作室也被禁言了 这场粉丝事件虽然不是赵丽颖本人的错 但也是因为它引起的 所以粉丝事件造成的各种负面争议 多多少少也波及到了赵丽颖本人的路人员和公众形象 但好在被禁言15天后 赵丽颖工作室终于解除禁言了 按照赵丽颖如今顶牛花旦的人气和流量号赵丽 以及这场粉丝事件的影响力 工作室解除禁言后的首次发文 必然备受关注 但神奇的是 赵丽颖工作室解除禁言后的首次发文 居然只宣传了赵丽颖的新综艺 以及放松了一组美照 只字媒体粉丝事件 当然表面上是这样 但其实 工作室解除禁言后的首次发文 文案大有深意 如图所示赵丽颖工作室用谐音梗 强调了贵在重启 贵在相遇 重启这个词 自不必说 代表着工作室的再次出发 文案的最后 工作室表示 一起好好吃饭 好好生活 这也是工作室 对粉丝的息迹和期望 话说 如果没有这场粉丝事件的话 恐怕赵丽颖的新剧已经官宣开机 赵丽颖本人也已经禁组拍戏了 但粉丝事件直接导致赵丽颖新剧的进程被暂停 赵丽颖的公众形象和观众口碑也因此被连累 但其实 这场因为新剧而引发的粉丝事件完全没有必要 粉丝担心赵丽颖新剧的剧本 担心新剧的搭档和制作班底 但赵丽颖能一步一步从底层的龙套演员 走到如今一线顶流花旦的位置 且演技口碑一直保持得极好 这就足以说明 他条剧本的眼光很好 对自己演艺事业的规划也非常明智 毕竟如今的他 有花千古 楚桥传 珊珊来了等偶像剧代表作 还有知否这种正剧代表作 带播剧也是幸福到万家这种大制作正剧 如此发展前景 粉丝完全不用担心他的演艺事业 尽量不要拖累他就可以了 所以经历过这次粉丝事件之后 粉丝更应该理智且闻明 可以追星 但不要再影响到自己的偶像